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继续我们这个物联网逻辑开发的第一个实现项目的学习 然后我们已经讲到了我们第三阶段的第三个小节 也就是我们这个签署软件的一个调试的一个方法 之前呢就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硬件设计 以及我们这个项目的这个软件的一个设计 和一个它的一个实现 好希望大家呢 在经过我们上一个小节的讲解呢 自己下来把代码自己写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强调的是大家这个动手能力 大家一定要自己去做 而且呢不要去照着老师给你代码敲 其实老师写的代码呢不一定是最好的 但是你刚开始写出来代码呢可能也是有问题的 但是你这个代码呢写的越多 有很有可能就会超越老师写的代码 好 首先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签署软件的一个调试方法 那么我们代码写完以后呢 我们第一步我们不要着急去运行 我们先把代码检查一下 我们看一下代码看一下代码 这些初始化呀这些IO写的对不对呀 还有哪些没写到啊可以走读一遍 好走读一遍以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先可以运行一下 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如果手上没有我们这个没有开发板啊 并且没有这个硬件电路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去使用我们这个MDK的这个软仿真功能 因为因为我们这个是MCO啊是单片机啊 它整个它的内部呢比我们这个CPU啊要简单一些 因此呢我们这个MDK啊可以仿真出一个软件的啊 通过软件去仿真出一个单片机来 然后我们可以在那个环境下面呢进行一些调试啊进行一些跟踪 我们可以充分的去利用它这个软仿真功能 实际上呢在我们这个MDK里面啊 还有一些软仿真的一些高级功能 接着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个MDK的啊 这些软仿真的一些功能 好首先呢我们要用它的这个软仿真呢 我们要改一些配置啊配置之前给大家演示过的 这边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要在这个debug选项里面 在这个debug选项里面选择这个use simulator啊 然后选择use simulator然后点击OK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去使用我们这个仿真器啊 我们这个杰林克这个仿真器 我们会直接去使用这个软仿真功能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直接点debug 我们我们debug一下 好大家看啊我们debug以后呢 好这个时候呢已经进入到我们这个调试界面了 在这个界面下面呢 我们可以看出什么东西呢 实际上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这些工具啊 全都是我们这个工具 我们这个软仿真可以用到的一些工具 好比如说吧我们看一下这个啊 这有一个模拟的一个窗口啊模拟信号的一个窗口 分析窗口 在这个窗口里面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一个具体的一个IO给放上去 我们可以看这个IO输出的一些波形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是一个窜口 大家看有窗口1窗口2窗口3 然后呢通过这几个窗口呢 我们通过选择这个窗口 大家看啊这个窗口2就出来了 好这个时候呢就会把这个窗口2的一些信息呢 打印在这个上面 我们也可以选择 大家看我们还也可以选择窗口1 也可以看我们这个窗口3 好甚至呢我们可以看这个printf的输出啊 如果我们里面有printf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里面看printf的输出 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 我们看还有一个内存查看的一个窗口啊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是看寄存器的啊 大家看这个是看寄存器的 之前给大家讲这个逻辑实验的时候呢 也给大家讲过了 好这个呢就是这个内存的一些窗口 大家看啊在这个窗口里面呢 我们可以输入我们这个内存的地址 然后具体看它的这些内存内存信息 然后呢 这个呢就是我们具体的一些函数啊 函数的一些调用的一些 大家看啊这个函数啊 它的调用的一些对战的一些信息 好 好 这个这些工具呢 大家看啊 这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啊 这有一个它具体的一些外设 大家看它具体的一些外设 它的一些寄存器的一些信息啊 所有的这些外设 所有的它内部的控制器啊 它的一些寄存器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这个SPI 看这是全是SPI的这些 大家看 而且我这个时候可以对它进行一个修改 我这时候改不了 好都可以对它一个修改 相当于呢 我们可以把它这个软纺针呢 完全当做一个硬件平台啊 来进行一个调试啊 跟踪 好 这个软纺针的这些高级功能呢 给大家也讲到这么多啊 希望大家下来呢 自己去琢磨一下 自己去用一下啊 不清楚呢 我们可以再来交流 也可以去看这个帮助文档 看它这个帮助文档里面也会有写它的一些功能怎么去用 好 下面呢 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软件连条的一些方法啊 好 首先呢 第一个技巧啊 给大家讲讲个技巧吧 就是我们 要想把我们这个 这个项目这些代码呢 调出来啊 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每个模块我们要把它调出来 比如说蓝牙模块啊 我们 把这个代码写完以后呢 我们要先去调蓝牙模块 把蓝牙模块确认是没有问题的时候 再把它放进来 还有比如说我们这个运动传感器的模块啊 我们不要把所有的模块代码写完以后不去调 然后呢 混到一起 直接想运行一次性就对啊 这个是不大可能的 好 下面这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 接口的一些调试的一些方法 以及常见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这个iPhone C接口 iPhone C接口呢 实际上是有是有时序的 对吧 因此呢 我们在做这个接口调试的时候呢 我们最重要的一点是确保时序是正确的 确保时序是正确的 好 如果这个时序呢 这个iPhone C啊 它这个时钟这个频率呢是有上限和下限的啊 如果你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呢 那么这个iPhone C肯定是不正常的啊 因此呢 首先 对这个接口的调试你要保证这个时序是正常的 那么在软件连调的时候我们如何看时序呢 那这里面呢 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小贴士啊 就是软件连调里面会用的工具 第一个就是万用表 万表呢主要可以用来测量电压 可以测电压啊 可以看我们当前这个电源电压输出对不对 还可以测什么呢 可以测电流 其实我们测电流主要就是为了测我们的功耗啊 通过我们的这个电流乘以它的电压 可以算出它的一个功耗 然后呢还可以去去分析啊 可以简单打一些融值比较低的一些电容 可以打出它的融值 可以判断 而且可以判断我们当前的这个元器件是否有损坏 好 但是我们要去去读这个时序呢 我们通过万用表是读不出来的 那么我们就要通过这个试播器 通过这个试播器啊 去打它的时序 打这个时序 因此呢 我们在这个接口调试的时候呢 软件连调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借助这个试播器这个工序 去看这个时 时序 首先要看这个时序的频率啊 要看几个几个地方 首先要看这个时序的 频率 频率啊 是否是在这个要求范围之内 然后要看这个时序和数据 时序啊 这个时序啊 这个时序 要看这个时序 和我们的这个数据 是否是达到了我们这个要求的 达到了我们这个对它这个时序的一个要求的 因为 有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数据呢 要求在时序的上升眼 进行一个采样 在下降眼呢 进行一个读取 那么有的时候呢 要求在下降眼进行一个数据的采样 在上升眼呢 就是一个读取啊 因此呢 我们要确保这个时序和数据 它们之间的这个关系 是正确的啊 其实实际上呢 这个时序问题呢 是最常见的一个问题 好 然后还有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iPhoneShare还有个地址问题 要确保我们读的这个芯片这个地址 是正确的 并且呢 一定要看这个数据手册啊 在数据手册里面呢 会规定我们这个从地址是多少 然后呢 每次读和写啊 它这个地址的 这个第一位啊 都是不一样的啊 好 下面呢 再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整机连条时候的 会遇到这些常见的问题 和一些久久的方法啊 实际上呢 在整机连条的时候呢 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不清楚 我们当前发生 产生的这个问题呢 到底是软件的问题 还是硬件的问题 软件的问题 还是硬件的问题 这个呢 就需要大家呢 去判断啊 从用各种排除的方法 去判断 因为在整机连条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们是 把这个软件和电路 已经烧到我们这个电路板里面去了 而且这个时候呢 有可能我们这个时候 要把这个外面的结构件 也给装上 有可能 这些结构件呢 会对我们这个板子 会有些影响 比如说 我们这个蓝牙啊 蓝牙实际上呢 如果我们这个结构件 它的设计有问题 那么它正好啊 它有块金属 它把蓝牙的信号给屏蔽了 或者导致这个蓝牙信号不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有可能这个现象呢 会体现在这个连接不好连 有可能 就是这个时候要去判断 到底是软件引起的这个问题 还是硬件引起的这个问题啊 就要通过这个排除法 去进行一个判断啊 这是一个软整机连条式呢 很常见的一个问题 好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就假设我们在做这个板子的时候啊 这个电源没设计好 那么这个输入的这个纹波呢 就会比较大 那么这个纹波比较大的时候呢 就会影响到我们最后这个分出来的啊 我们这个降压 我们最后分出来的这些电压 那么如果它影响到了我们这个 MCU的这个核电压呢 那么就会导致我们这个MCU 它这个会经常死机 而因此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要想办法去判断 到底是这个软件的问题 还是硬件的问题 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啊 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软件 就放回我们的开发板上 在开发板上跑一跑 看有没有相这种相关的一些问题 如果开发板上也有问题 那么有可能就是软件的问题 如果开发板没有问题 而在你自己的板上跑有问题呢 那么这个就很有可能是 你自己的板子设计有些问题 第二个常见的问题呢 就是我们整个系统的一个 可靠性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有可能是跟这个硬件的设计是 没设计好造成这个系统可靠性不高啊 有时候会出现死机啊 这些情况 也有可能是我们软件的一些配置 比较临界啊 软件的一些配置啊 一些配置比较临界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时钟的一个配置啊 它就比较临界 比如说在某些条件下呢 我们采用同样的时钟呢 读不到数据 而有的时候又能读到数据啊 因此呢 我们要对这个比较临界的这些配置呢 一定要检查清楚啊 不能出现这种比较临界的一个配置 实际上呢 在我们这个整机连调的时候呢 还有很多一些问题啊 这里面呢 就希望大家下来 在自己做调试的时候 能够总结一下啊 好我们这个签署软件 这个调试方法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儿 对这些调试方法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经验呢 我们老师呢 会做一些总结啊 到时候会也会发一些帖子给大家看啊 让大家起来学习一下 如果大家有更好的一些方法呢 也可以跟老师交流啊 老师呢也会拿出来 把你的方法呢 跟其他同学共享 你也可以直接去跟其他同学共享 看有没有我们在做签署试的时候呢 有一些更好的这个软件连调啊 以及我们这个单独调这个软件的一些方法 好 我们这个小节呢 啊 第三个小节呢 第三阶段第三小节呢 先讲到这儿 我们这个项目小节以及应用扩展 在前面几个部分呢 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具体的一个硬件的一个设计 以及我们这个软件的一个设计 和实现实现的一个方法 然后呢 最后给大家讲了我们签署软件的一个软件连调的一些方法 好 今天呢 我们将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给大家对我们这个项目呢 做一个小节 好 我们来看一下通过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学习呢 我们学到哪些知识点啊 首先呢 我们学到了我们这个一个物联网感知端的啊 这么一个项目开发的这么一个流程 然后呢 了解了什么是蓝牙 然后学习了我们这个HC05的一个编程 这个初始化以及我们这个数据的一个读写啊 把它初始化成一个无线串口 然后进行一个数据的读写 然后呢 学习了我们这个MPO6050的一个DMP 如何使用它的DMP 以及如何去使用这个驱动库 这边又牵扯到驱动库的一个移植和具体的一个应用 好 接着呢 我们就了解了我们这个整个硬件的一个设计流程 并且学习了我们这个签署式软件的一个模块化的一个编程 就是我们这个单片机 大家注意也要做一个模块化编程 和一个分层次的一个编程 还有一个分层次的一个编程 好 最后呢 学习了我们这个软件连条的一个方法 好 同学们下来呢 可以自己对应到我们这个知识点的这么一个表啊 来看一下 对这些知识点呢 大家是否都比较清楚的该了解的了解 该掌握的掌握啊 如果不清楚的呢 大家回过头来可以再看一下视频 如果还是有问题呢 可以来来问老师或者同学之间呢 也可以相互交流 好 然后呢 给大家 小结一下我们这个项目里面讲的一些工程经验 首先呢 就给大家讲了一个真实的一个项目 它具体它的一个开发要有哪些流程 然后呢 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开发版的 在这个项目里面呢 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开发版的一个选型 然后呢 讲了我们如何 如何对我们这个嵌入软件呢 进行一个软件连条 好 最后呢 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芯片啊 是怎么选型的啊 是怎么是如何去进行一个选型 实际上呢 在我们这个项目里面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工程经验 大家可以自己总结一下啊 总结一下 然后这样呢 对大家在以后的工作中呢 会有些帮助 好 我们这个项目小结呢 到这就就结束了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些应用的一个扩展 实际上呢 我们这个项目呢 是一个蓝牙加一个运动传感器 再加一个温湿度的一个传感器 那么大家可以自己思考一下 我们这么一个配置啊 我们还可以用哪些方面 实际上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蓝牙换成一个2.4G 换成一个2.4G的一个东西 2.4G呢 大家下来可以百度一下 实际上呢 它的频段啊 工作频段跟蓝牙是一样的 但是它的传输距离呢 会更长一些啊 它主要用在一些遥控啊 还有一些工业上面用的比较多 那么然后再加一个一些电机 以及我们这个运动传感器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四轴飞行器 实际上现在这个四轴飞行器 是非常流行的 而且这个应用呢 也是越来越广泛的 它除了可以用作航拍之外啊 大家知道美国有一家公司呢 已经准备把用这个四轴飞行器呢 来进行这个快递的一个运输了 来进行用它来送快递 这个就感觉很智能了 然后还可以啊 我们一个蓝牙加一个运动传感器呢 还可以做一个老年人的 这么一个跌倒的一个检测啊 如果老年跌倒呢 我们可以通过运动传感器判断出来 并且发送给 通过蓝牙 发送给这个手机啊 手机呢然后可以 对这个 紧急电话啊 进行一个拨打啊 告诉这个老年人呢 当前可能有些问题了 好 实际上呢 我们这个最常见的一个应用啊 就是我们这个蓝牙 加一个运动传感器 就可以变成一个手环 但是这个蓝牙呢 大家注意 不是我们这个实验里面用的 这个2.0的一个蓝牙 它是一个4.0的一个蓝牙 而且是BLE的 BLE呢就是我们的低功耗蓝牙 之前呢也给大家讲到了 因此呢 手环呢就是一个低功耗蓝牙 加一个运动传感器构成的 好 这个是老师能想的一些应用啊 实际上呢 这个应用呢 还有非常非常广泛的一些应用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科学作业吧 科学作业呢 第一个呢就是 刚才给大家讲的 我们通过我们当前的 这么一个配置啊 我们还能实现哪些具体的应用 请同学们呢 结合自己的平时的这个生活 还有结合自己的看到的一些新闻呢 可以自己思考一下 扩展一下思路啊 因为我们做这个物联网 感觉到实际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创新 要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并且呢 你能够通过自己的技术 把你这个想法实现出来 那就是非常牛的啊 而且呢可以实现一个自己的一个创业啊 这个也非常好 好 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就是 请大家在整个项目结束以后啊 思考一下在整个项目的过程中呢 有哪些收获 而且呢 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啊 如果没有解决呢 大家还可以再回头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啊 如果还是不清楚的呢 可以同学们之间相互交流啊 甚至大家可以来问老师都可以 好没有问题的 好 我们的这个项目的第一个逻辑开发的项目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儿啊 然后在我们这个后续的课程里面呢 我们也会给大家讲一些其他的一些 我们这个物联网感知端的一些项目实战 这个也有逻辑项目 也有一些有操作系统的一些项目啊 比如说我们会通过带一个MuseiOS的一个操作系统 来给大家讲一个项目啊 比如说还会给大家讲一些WiFi的一些开发 以及我们这个这个B的一些开发啊 一些表现在这个市面上比较流行的一些开发和应用呢 我们这边呢会 都会推出一些新的一些课程啊 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这个麦子学院的这个物联网的这个课程 好我们这个课程呢就到这儿 好谢谢大家